台中一位民众把机车停在停车阁内 但几天之后却发现 机车不知道被谁移到人行道上 还被警方开了一张围停的罚单 民众申诉 事后警方表示 因为那个路段要施工 是养工处人员移动车辆的 会将罚单撤销 民众收到违规停车的罚单气呼呼 他会这么生气 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他按照规定将车子停在停车阁内 但不知道是谁将他的机车 擅自移到人行道上 害他被开单 施工前应该要先通知 这样会很不开心啊 因为至少要先通报一下 一卷排的机车阁 全用三角锥和栅栏围了起来 而时机回到现场 找到移车的凶手 原来是养工处要进行施工 才会移车 因为我们要施工 有贴公告 所以我们把他移上来那个人行道 都没有损害大了 可是像我们下班之后 一些围停的 他们认为说 为什么人行道可以停 他们就要停 不满自己的车被人乱移 还被开单 事后将画面PO上网 说不止他一辆机车 旁边还有一整排的机车 都跟他一样的情况 警方在接货反应 了解之后 表示会将该路段开出的罚单 协助民众来撤销 收集相关施政 协助民众来主动来撤销 相关的进行举罚单 警方表示 当中是接货民众检举 说人行道停车乱象 才会前往开单 不知道是施工单位移的 尽管施工单位事前已经公告 若是民众的车辆 影响施工进行 也应该要先通知警方到场 由警方来通知车主处理 而不是擅自移动民众车辆 万一造成车辆碰撞毁损 车主是可以要求赔偿 借降王胜炫 台中报道